联考跟校考的最大的差别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深入度是有不同的 这张画的这种感觉 在舞台上通常情况下画画 大家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歌舞厅 我们大家去画写生 我相信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坐在舞台底下 然后往舞台上方去画 但是你看恰恰相反 是吧 聪明的人他会绕到 爬到这个舞台的后方来 画这个演员的背影 然后把远处的这些人作为配角 作为一个重颜色 沉在后方的重灰当中 然后画这个人物的背影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是透过静点去画远点 只不过他的静点当中 这个人不是一个黑色的人 他重色反而是在远处 如果我们密写您看 我们就会发现 左上方这个地方是一块重颜色 右下方跟右侧是一块亮灰色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感觉 我反反复复的跟大家讲 在9月1号开始之后 我们其实是会一周讲一个点 虽然说我们一个学期的这种课程 不能够把绘画当中所有的点全部讲完 但是最重要的点我都会讲完 然后一周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上一个系统大课 然后这周后的每天晚上的课程 就都是我会给大家发 这一周的课件的不同的练习的 临摹的话也好 或者需要去写生的这种素材也好 是这样的一个上课的这种形式 今天跟大家说的清楚 我们这个课程其实一直从小学三年级 一直针对到高三 针对到老师 你们12月份月考是吧 这个实在是紧张 但是实际上咱们现在 从6月12号开始 其实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的知识点 你其实把这种回放好好把知识啃下来 你其实已经OK了 考试其实够了 你要会学 大家学习一定要投入时间 因为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干货 投入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坚持下来 不要说你到时候你买的课 你没有坚持听 那真的是浪费了 我真的是全身心的去给大家分析 我所掌握的所有的这种知识 你看其中咱们9月份之后 就有一个课程 咱们就是从风景开始 然后告诉大家用笔 一定要大胆 一定要放松 咱们反对那种教学是什么 什么45度角排线 什么两头戏中间出 这种排线在咱们课堂当中 是严重打击这种训练的 所有学习这种东西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大师的画面 所有能够流传下来的 顶级的这些绘画作品当中 没有一张是那么画的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听觉得那样是对的 这个有点离谱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东西 我拿大师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去讲 我们用笔 要么顺的形体 要么逆的形体去排线 所需要考虑到的东西 是我们如何去表现对象 而不要去学什么 两头戏中间出 两头戏中间戏 你看就像他这种用笔 这种用笔的松动性 就是我们所要的 我们既要画在素描当中 也要用在素写当中 包括就像身上的这种披肩 包括像这个人物的肩 胳膊 包括像腿的这种用笔 哇 这个腿的用笔 我就觉得特别喜欢 是吧 你看这种该勾线的小腿度 有造型 没有说让自己盯着那个鞋子 一点点磨一刷不开 如果我们画的时间短 实际上就是画一种感受性的感觉 你看大腿是这样的 小腿是这样 靴子是重色 有些地方该进线的线 有些地方该用笔 狠狠的去卡的 你要去卡 卡点卡点这种地方 老师能讲讲美院派的画 和联考的区别吗 这个你完全不用去想这些 我们其实只讲对的东西 美院派跟联考的东西 我觉得这里边的差别并不大 近几年啊 考美院能够考到名次前列的 其实在联考的时候 名次也是在前列的 并没有说有那么大的出路 但是联考跟校考的最大的差别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深入度 是有不同的 比如说这样去画 可能就更加适合校考一些 但是联考对比如说鼻子 嘴眼睛哪怕帽子的特征 这些东西可能还需要 稍微再花一些时间精力 然后去画 然后比如说袖子 裤腿鞋子 可能就得稍微再具体一些 那么在这个时候 它就符合联考的特征 联考也就是说深入程度 其实是打分当中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校考未必 校考评委 其实注重学生的绘画的感受性 这些东西就会更足一些 所以更靠近大师一些 是不是指的那种套路线条 比如彻封冰头线这样的 对对对那种话 不要去看 我们老师一直强调灼气 那你的老师是不错的 能够说灼气的这种 感觉的老师都是好老师 灼气什么叫灼气 就是像房高一样 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们用心 用我们的坦诚的态度 然后去观察去表现 这种东西通常称之为灼气 我们的坦诚的东西 我们的坦诚的